4月13日自身艺人曾志伟在佐敦出席慈善斋宴 15年来志伟哥每逢生日的前一天都会举办一个慈善斋宴 现场会摆出一些作为衣卖的物品为寺院筹钱 所以举办这样的宴会对他来说就显得驾轻就熟了 一起来的几乎都是每年都看到了朋友 以前还要求人家去帮帮去买桌啊 在筹款这样子 现在呢差不多每年他们今天完了就定明年的 所以每年来的朋友都是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就是一批很有善心的朋友啊 一起来共善善举啊这样子 摊及明天的生日派对 志伟哥只从前天开始就陆续和不同的好朋友吃饭 下午和晚上加起来已经醉了好几回了 但希望明天不要那么早被灌醉抬出去 因为今年的生日派对会和往年不一样 明天呢就比较特别一点 我想今年呢就因为每年都这样搞了 我希望跟更多的这个月生日的艺人一起一起度过嘛 所以就明天我就交给其他的其他的我的朋友 他们去弄了 我就我说你们去叫人来 看哪些是这个月生日子一起过来 好玩都一起开心这样子 至于生日愿望 志伟哥就探言 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 愿望其实每年都一样的 希望大家的开心啊 健康啊 希望大家都 我自己当年希望能吃能喝能睡也最好了啊 所以身体健康最重要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